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锦鱼 欢迎收看我的种植分享 在之前的视频中有观众留言说 想看一下草莓现在长得怎么样了 我本想等到草莓全部结果的时候再拍一期 那现在先看看草莓开花的情况吧 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之前苗芹好一点的那批雪盆苗 这里面有四个品种 左边这一盆是桃薰 叶子长得非常茂盛 中间这一盆里面种了有丽雪 北京2014两个品种 左上角这一棵长得稍微差一点 其他三棵都还可以 右边这一盆是天使AE 可以看到这盆的叶子有被虫子咬过的痕子 我已经把虫子处理掉了 开始长了一些新叶跟匍匐茎 一般开花结果的时候都会把这些葡萄茎剪掉 不让它消耗过多的养分 但我并没有剪 为什么呢 过一段时间我就是草莓种植大户了 想屁吃 有几个开花早一点的已经开始结果了 其中最早的这个已经开始红了 过两天应该都可以摘了 但感觉北京2014这个品种种的果实都长得不太好 果实应都有点歪瓜裂枣的 而且还很小 这个天使AE就果实应就比较规整一点 接着看一下这边的裸根苗 可以看到种体状态要差很多 但想到当初那一坨能把它中活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种的时候苗芹太差了 大部分都还没开花 其中这一棵算是最好的了 结了一个果 所以大家在买草莓苗的时候 一定要选苗芹好一点的来买 可以省掉很多缓苗跟管理的时间 像我现在这些裸根苗 如果缓苗时间过长 就会错过最佳的开花期 等到冬季一过气温慢慢回升 又要考虑怎么度夏了 像广东这边 一年中有一大半的时间基本都是夏天 适合种草莓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要把握这个气温18度的冬天 哇,好冷的冬天 好,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之后我会继续分享更多重极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再关注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